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西雅图却是美国第一个达到京都议定书温室气体减量标准的城市 西雅图的市长甚至串联了全美850个城市 共同推动全美市长气候保护协议 西雅图如何迈向节能减碳的生态城 成为全美最适合人居住的大城市呢 夏天到了 灰别阴雨蒙蒙的天气 何时的阳光 放要在这北纬47度太平洋东岸的美丽海岸 放眼望去 湖面上是悠游自在的荣木舟 路面上是穿梭自如的单车族 怎么了 这个城市在放暑假吗 答对了 让汽车放暑假 让你的汽车放暑假 这是今年夏天 西雅图节能减碳的新计划 也就是说 如果你不开车 而敢用大众运输或单车的话 西雅图市政府将会提供 最高150美元的奖金 许多商店还会提供购物优惠 在市政府的号召下 许多公司都加入了 让汽车放暑假的行列 位于市中心的建筑公司 Mersu就是其中之一 用金钱来鼓励还不够 最重要的是提供一个不必开车的环境 为了让员工更愿意骑单车上班 Mersu设计了节省空间的单车停车位 不但有公用的单车 让员工免费使用 还有更衣室与沐浴间 让员工可以沐浴更衣 现在200人左右的公司 就有40个人是骑自行车上下班 像Mersu设计这样的公司 在西雅图并不是特例 对于单车族的体贴 在城市里随处可见 在西雅图,在近十十年 他们建立了更多车路的车路 他们有车路的车路 在车路上的车路上 我的公司有车路特别 在车路上 你可以车路你的车路上 坐在车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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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城市里的车路上 有很多事情 在城市里的车路上 和公司里的车路上 在车路上 鼓励着车路上 目前西雅图有3%的人口 是单车通勤 但市民与政府认为 这个比例显然还不够 2006年,西雅图市民公投 通过了一项高达100亿台币的 交通改善计划 其中一个重点 就是创造自行车友善的环境 他们预计在未来10年 投入台币10亿左右的经费 让西雅图的单车道 从现在的107公里 增加为723公里 并且扩充自行车停车的设备 这一段好不好吃 还蛮好奇的 可是刚刚屁股很痛 因为有很多棒子 哈喽 哈喽 喂 潘妮 嘿 你们常骑这一段吗 没有耶 就是他们有骑过 我们第一次骑这一段 对啊 好玩 非常好玩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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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jzu 这一段时间 并且 Cort戟 西雅图是美国第一个提出单车整体计划的城市 未来任何道路要新建或改建 都必须同时考虑单车与行人的路权 西雅图有一半的温室气体排放是来自于汽车 为了满足汽车的需求 于是就新建了许多快速道路与高架桥 也占据了城市最重要的公共空间 现在西雅图人准备跟高架桥说声再见了 水岸是西雅图最浪漫的地方 也是鲑鱼的栖息地 但是一条水泥怪物却大辣辣地盘踞在水岸边 正儿欲聋的噪音让人只想赶快远离 成为西雅图魅力的最大杀手 製点 iz座时间 的温室 飞观开 水岸的美景吸引了艺术家进驻 但是高架桥却是居民最大的烦恼 每当巨大的车流经过 房子就会震动 2001年的大地震 让高架桥结构受损成了一座围桥 一年为日子用灯的能源 孔子不知的水岸的水岸 继续苹果不在里面 一段时间就会到探尾 销售桥博人和柳桥博人 在沙特瓦尽典的温暴 拆除老舊高架桥的呼声高涨,但是替代方案是什么呢? 州政府计划重建并扩大着座高架桥,市政府却主张所递下隧道,两厢争执不下,于是有人力和众议移出第三条路。 我们要做很多改变的转移,提供转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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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提供转移动,因此我们可以使用一些路选择来的旅行。 既不需要重建高架桥 也不需要花大钱挖隧道 利用原本的平面道路 提高大众运输系统的使用 就可以还给市民水岸的本来面貌 这听起来像天方夜谭的想法 渐渐被市民接受了 2007年西雅图市民 针对高架道路的替代方案进行公投 结果高架道与隧道两个方案都没有通过 平面道路的呼声浮上台面 政府与市民都逐渐倾向这个既经济又环保的选择 如果您建立了新软道路 特别的亚属下去会队 逐渐危机选择 if you take away a highway and invest in surface streets and transit roughly 50% of the trips will continue to happen by car about 30% of the trips will shift to transit and about 20% of the trips will be decided against because people will make more efficient choices so immediately there's a 50% reduction in the number of trips at least on this highway so it's 100,000 trips a day and reducing that by 50,000 trips a day it's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trips reduced and then long term it really changes development patterns because it really fosters more density and compact development 今年11月 下都人將再次用水票 決定水岸的未來 同樣被快速道路包圍的台北縣市 是否也該解放 對於水岸空間的想像呢 除了交通系統的革新 建築也是節能減碳的關鍵 在西雅圖每一棟新的公共建築 都必須符合綠建築的標準 建築師的創意 也不斷地被激發出來 想到西雅圖的地標 很多人都知道太空偵塔 但這兩年西雅圖的新地標 產生了 2004年落成的西雅園中央圖書館 是由曾經得過普利自強的建築師Cohus 所屬的團隊舞蹈設計 Cohus的建築一向以創新編戶之稱 這個外形呈現規則狀的奇特建築 設計概念是由五個交錯的盒子所組成 每個盒子創造了不同的空間 包括大廳、會議室、書庫、管理中心等等 而盒子與盒子之間的位移 讓光線能夠穿梭其間 首先為無方名的原因 也許可見出現 按照片中的位置 凍座的建築 前進到建築 這裡有建築的建築 路上縱線 而湖中的建築 它推出一向一向一向 就像一下子頭 走到一向的肩膜 在背後形 你看到一向的肩膜 那此外景 有大大原因 第二,是天路 �Moellschaft 光明后出带 Vis出去 δ外花 是一个巳之它 辈éri屏房 。。 Exped可怀 以下地方 之外 こう在这件事 我们有更多的地方 房间为扭导物 三个是大序 大公共广 这栋新的图书馆比旧图书馆规模大了三倍 但是能源使用却比旧图书馆更少 由玻璃与铝架所构成的建筑物外壳 有特殊的隔热与通风设计 另一个神的秘诀则在于空调系统的设计 떨어� Boris吿芋半 when the hot air gets displaced stressed mature腾 and it's especially effective in high spaces because you're only trying to coolт the bottom six to eight feet of the of the space and then to the temperature you want it to be and then above that you just let the temperature go to wherever it needs to go 所以,不过温度整个组织 你只会温度一个小部分 建筑师Cohas认为 现代的图书馆 不应该只是一座硬邦邦的藏书阁 但应该是一个各种讯息整合编排的中心 这里的用色也是大胆的 一条红色的廊道通往无旋行书库 仿佛是人体的血管 传递着知识的脉斗与渴望 落成四年以来 央途已经成为西雅图最受欢迎的公共空间 每天平均的使用人次超过八千人 另外,一些社区型的图书馆 也陆陆续续改头幻面 位于Beller区的分馆 是一栋拥有圆弧形屋顶的建筑 它能够薄水、省能、采光的秘密 都集中在这独特的屋顶上 另外,窗户上也镶嵌了最新式的太阳能电池 供应图书馆的电力所需 这栋图书馆在2005年落成以后 阅读人口倍增 成为家长最爱带小朋友去的地方 因为在冬孙,我没有很多要做 所以我讀书,所以我讀书 我讀书 所以我讀书 所以我讀书 我讀书 我讀书 因为它是冷静 我讀书 我讀书 西雅图的图书馆之所以不断翻新 要追溯到十年前 1998年 西雅图市民投票 通过了一项名为全民图书馆的法案 决定投注台币六十多亿的经费 在图书馆建设上 启动了这一场图书馆建筑革命 文化的经营和环保一样 都需要长远的眼光 也难怪西雅图市民的知识素养 在美国始终名列前茅 西雅图有超过一万栋的建筑 已经取得了绿建筑的认证 在美国正引领一股绿建筑的风潮 从点线到面有许多的社区和学校 也正慢慢的一步步朝向对环境更友善的方向发展 为于班布岛的岛木学校 位于班布岛的岛木学校 主要的圈赠者Brenner的夫妇 是知名电脑软体PageMaker的设计者 他们在1998年 买下了这片广达255英亩的土地 相当于四个大安森林公园的大小 这里有森林、湿地、小溪、湖泊等生态系 还有数不清的野生动物 设计者深知 孩童是学校的主体 在当初规划的过程中 设计团队曾经和超过250位的小朋友 一起参与学校的规划 像是漂浮在湖面上的教室 各式各样的树屋 这些超酷的构想都是来自小朋友的创意 湖中心屋顶悬挂着120年前砍伐的巨木 圍绕着92英尺长的巨木高片 诉说着普吉湾过去繁木的历史 现在这里不但是小孩子的乐园 更是很多大人使见梦想的地方 教建筑的老教授Tom是岛墓学校的义工 他说在这里他主要的工作 并不是教导小朋友一些生硬的道理 而是去启发好奇心 就像这里的建筑是环保与想象力的结合 我特别是在充满的问题 我经常试试在充满的建筑 建筑的建筑和建筑和建筑的建筑 在我的学生的建筑 十年以前是很难处理学生的 学生的建筑 但现在我来的建筑是像一个梦来的 它是这样的环境 我希望我们继续建筑的建筑 we saw there at the outer form of Schott and a much older space. Oh yeah, hover over the next level. And then this is the section that Rich tried to emphasize, where it receives the wind or Sunday angle and a maximum aperture. And this slope allows for the solar panels to occur. And then all the water is collected and flows off. 它是從棕櫃上的祖宗 而是祖宗的祖宗 祖宗的祖宗 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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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室本身就是一個活教材 讓小朋友自動去發掘 跟環境有關的線索 導目學校的每一棟建築 都是用對環境友善的方式設計 包括盡量使用當地的建材 以及資源回收的材料 像是回收玻璃瓶做成的磁磚 回收優格盒子做成的洗手台 還有這個用麥梗做成的牆壁 在藝術宗宗的建築 你可以看到這部層的層面 和電源 在上面 有一個磚的磚 所以這些磚瓢瓢瓢瓢 都是用來做的 磚瓢瓢瓢瓢 而不是用來做的 支援的支援 西雅圖地區的廢水 處理後大部分排到普吉灣 但是導目學校 則是排放到自己的人工室地中 廁所的污水經過簡單的過濾之後 就進入這個植物淨化工廠 所以要through這些水流的水療 的洞水流的哎 從那二十多的水磚 由於它們重新建築 和小器的水壟 它們從那一種水地圓 然後就從那一種水晶 然後那一種水晶 然後這些水晶 瓢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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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瓣 和種有很多水晶 而他們從我們的食物製造成的藥物 這三個水缸深達8英尺 可以處理170個學員的生活廢水 污水排出後經過濕地的淨化 整個過程需要兩天半的時間 經過植物淨化後 污水幾乎可以達到飲用水的標準 可以用來灌溉以及沖洗馬桶 但整個地方都可以用來灌溉 如果我們有國家的規定 可以用來灌溉 但我們不可以用來灌溉 過去五年來 超過兩萬個小朋友 五千個社區居民來到島牧學校 親身體驗土地的故事 如果說西雅圖是美國環境意識最強的地方 島牧環境較中心可是功不可沒 在市政府的主導 以及學校企業與社區的同理合作下 西雅圖在節能減碳上 交出了量銀的群雞丹 我們在八個百分之下 我們在1990年度上升 我們在1990年度上升 對我們在1990年度上升 在於2090年度上升 而我們已經在8年度上升 所以我們非常驚訝 但是我們知道 跟增加人的增長 再次多人到市場 水素消費會升 所以我們必須要努力 要確保他們現在的層次 我們必須要更加高度 科學們現在認同 80%的減少 以1990年度 以2050年度 是我們正在看著的標準 節能減碳與經濟發展 並不是背道而馳 在今年6月 1700位美國知名的學者專家 發表聲明 要求聯邦政府提出 有效的減碳措施 他們認為 立即採取行動 是控制氣候變遷 最符合成本效益的方法 有效的減碳策略 將會帶動經濟成長 創造更多綠色就業機會 我認為我們是責任 成長的原因 做造成了 水素體的長度 更小 和更容易減少 我們避免燃燃燃燃 水素體的燃燃 城市已經成為 對抗地球暖化的新奇點 在这一场节能减碳的城市奥物赛中 西雅图占大步的引擎耐尽 在大型的沙坯墨里选购食物 早就已经成为美国人生活中的一部分 不过对于西雅图人来说 在超市购物已经落伍了 最近西雅图掀起一股农夫市籍的风潮 新鲜高品质环保成为农夫市籍的代名词